85公斤级 首先有请蓝方张传龙 接下来有请他的对手 红方保利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者之战 巅峰对决 压轴好戏 拭目以待 本场比赛 超级大战 85公斤级对决 蓝方张传龙 吉林体育学院 北京武术训练基地赞助支持 身高1米86 83公斤 2006年 第四届国际警察 搏击大赛 91公斤以上级 第三名 江苏武术散打锦标赛 75公斤级冠军 那么 在这一场超级大战当中 如果您支持蓝方张传龙 请发手机句号 VS16H到50126 希望大家支持蓝方张传龙 张传龙的对手 红方 宝利高 由昆明 跆拳道 培训学校 赞助支持 草原胶子 宝利高 身高1米79 85公斤 2003年 第四届中泰对抗赛 75公斤级 金腰带 第一位 直接KO泰国泰王拳手的 散打运动员 2002年至2003年 连续参加中国武术 散打王争霸赛 2003年 获得75公斤级冠军 并荣得年度散打王 2003年 世界散打争霸赛 中量级冠军 他就是 草原胶子 宝利高 如果你支持 宝利高 同样 发手机序号 VS16L到50126 支持草原胶子 宝利高 有请本场裁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局 本 开 好 今天亚洲的重场戏 现在已经开始了 场上代表是 做人高 但是大家更熟悉的呢 是宝利高 作为中国散打界 以后国际的 因为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现在呢 在登场 在公司马云比赛中 散练登场 三方运动员 经过短暂的接触以后呢 就转上了 界面进攻 宝利高的气势很盛 现在利用 利用勤迹 将对方的头部锁住 对方呢 并没有一个有效的保护动作 那么看看 宝利高能不能扩大战果 嗯 现在 所以他的对手啊 呃 张春荣现在如果想站起来 应该说是难度非常大 因为他的 下部已经被 腰部已经被控制住了 这个双腿角度 嗯 而且呢 现在颈部的出于这种 这种压力的情况下 应该说他的局面是 我对他来讲 极为不利 嗯 嘿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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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因为呢 张春荣直播都到了 银行的外面 对 所以比赛呢 我们看到刚才 又转到了 呃 在里面 但是还是宝利高 占据一个非常有力的位置 嗯 跑掉了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呃 之后呢 我们这个机会啊 已跟上宝利高通向呢 这个明显的开始转换 好的好的好的 否定了 看来是继续不住了 呃 呃 呃 导致高的 呃 导致高的 导致高的